2012年,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盲选拽椅子,明星不当评委,改当导师,导师之间的强人大战,一切都很新奇。 好声音立刻成为一档现象级国民综艺,这档节目给了草根音乐歌手一个机会,实现音乐梦想。 每年的夏天,好声音都令人期待,中国好声音作为一个节目而言,无疑是成功的,但这不等于作为冠军出道的歌手,星图闪耀。 冠军的结局大象径庭,一样的起点,不一样的终点,有人风生水起,多数人回归平常。 在好声音的舞台,他们绚烂如烟火,最后却消失于黑夜。 他们从好声音走出来,又在娱乐圈走丢了。 从好声音走出来的冠军,你还记得几个? 昔日的八位冠军现在如何呢? 大家好,我是优二。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谈遍一下那些冠军的那些年,那些事。 第一届冠军,梁博。 2012年,好声音获得冠军的是21岁的梁博。 第一届中国好声音是现象级的爆款,被称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声音选拔节目。 火爆程度更是超越湖南卫视多年来经营的快男、快女。 所以大家都以为,第一届的冠军梁博能撑着节目的东风,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然而必非如此,之后他消失了。 他选择了出国留学,此后的两年他的微博几乎是空白的。 直到2014年,他才在微博说了一声,好久不见。 他再次回到大众事业,是因为他登上歌手舞台,用一首《灵魂歌手》得到了歌手那头第一名。 当时在歌手和梁博同场竞技的,正是如今的好声音导师李健。 李健对梁博的评价是,梁博艺生动新鲜的面孔,彻底给大家以震撼,让大家重燃了对摇滚乐的希望。 一种生动的新鲜的面孔,让我们重燃了对摇滚乐的一个希望。 2018年,梁博和谭维维为张艺谋的电影《影》演唱了同名主题曲,之后关于他的消息不是太多。 他就像他的那首歌,出现又离开。 第二届冠军,李琪。 2013年的夏天,那个喜欢唱情歌到23岁的李琪,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以一首深情的趁早,成为张惠妹战队的一员。 《蘑菇头》和《黑框眼镜》是李琪的两个鲜明标志。 李琪既有张玉的浑厚声线,又有杰伦的细腻声音,他十分被阿妹看好,而且也尽力体现他。 可惜,离开《好声音》后,李琪仍然无法避免高开低走的命运。 他高光时刻是登上了2014年春晚,而且参演电视剧《我的青春高八度》。 2018年他加入《深入人心》,几年过去,李琪换了眼镜,也改了蘑菇头,变了造型。 这期间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但反响平平。 现在,他似乎更像是一个视频播主,在微博分享生活。 第三届冠军,张碧晨。 2014年,曾经是韩国练习生的张碧晨,唱功扎实,长相甜美,戴着帽子渐渐地唱者,他说,从众学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当年好声音的冠军,并于赛后签约梦想,在国内正式出道。 同年,凭借歌曲《一吻之间》,获得第22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十大金曲奖。 2018年获得第25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最首欢迎女歌手,还成了各大IP大剧的主题曲演唱者的不二人选。 现在的张碧晨可以说是好声音冠军力发展的最好的一位, 以素人身份从好声音走出后,在短短几年内参加了歌手,和大咖们同台竞技,而且有自己的代表作。 像年轮、梁梁、传唱度都很高。 张碧晨已经开始,被称为新一代电视剧主题曲《女王》,而且他身上的综艺感很强,保持较高的曝光度。 第四届冠军张磊 2015年的冠军张磊是一位民谣歌手。 张碧则是一名酒吧助唱歌手,因为喜欢新疆,他选择留在乌鲁木齐。 在参加好声音之前,他是一个打火机店的老板,白天看店,晚上去酒吧助唱。 当年,他演艺曲《南山南》经验了许多人。 那一年,张碧唱火了《南山南》,也唱火了《民谣》。 纳英甚至说,他扛起了中国民谣的大旗。 可惜,这面大旗并不是那么容易扛的。 张碧在获得好声音冠军后,也推出自己的作品,甚至在一些音乐奖项中获奖。 只是,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市场反响。 后来,关于他的消息并不多,他的微博除了日常生活,还有微网剧唱主题曲。 不过,他的心态也很坦然,说,如果有一天这个行业不再需要我了,就成归成,土归土碑。 第五届冠军,蒋敦豪 任何一档综艺节目即使在火,做到第四季往往都是下坡路的开始,因为观众也会审美疲劳。 中国好声音也逃不过这个宿命。 而且在2016年和2017年,因版权问题改名中国新歌声。 2016年,21岁的蒋敦豪,以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嗓音,把民谣歌曲《天空之城》唱入人心。 汪峰夸赞说,你比原唱唱得更优美。 蒋敦豪也被称作是小汪峰。 在获得冠军之后,蒋敦豪推出了原创单曲《天亮就飞吧》和专辑《少年心事》。 可是,都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 2017年,蒋敦豪参与了《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2019年参加综艺《月起月对吧》,却没有什么水花。 民谣曾经成就了蒋敦豪,赎金,他却似乎在极力摆脱这个标签。 他换了发型,换了衣服,换了风格。 然而,改头换面的蒋敦豪,却似乎仍然没有找到他的方向。 后来也就慢慢淡出了公众视野。 第六届冠军,扎西平措 2017年的冠军扎西平措,是一名来自西藏的少数民族歌手。 作为中学理科老师的他,除了能教数学、物理和化学,还能唱歌。 他的声誉十分宽广。 他把通俗唱法、藏式唱腔和藏式rap结合起来,给人一种全新的体验。 听他的歌曲就好像在辽阔的草原上奔驰。 获得好声音冠军之后,扎西平措相继推出了《记》、《一样》、《心中的珠穆朗玛》等单曲。 可惜,曲高何寡,传播力度不够,后面出的作品越来越少。 他也逐渐淡出了娱乐圈。 第七届冠军,诞增尼玛 2018年的冠军,诞增尼玛,同样是一位藏族小伙子。 因为没有正式学过音乐,而遗憾的诞增尼玛,却以高原的天籁之音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他没有正规地学过乐理知识,但盖不住天赋异禀。 而且有会唱歌的奶奶做他的音乐启蒙老师。 参赛好声音,并不是诞增尼玛第一次参加音乐选秀节目。 早在2015年,他就在北京卫视的最美和珊第三季,进入全国总决赛八强。 但是,但盖尼玛从好声音离开,除了在夺冠当年参加一些节目外,之后再无大型活动邀约。 因为没有好的资源跟上,渐渐也就远离了大众的视线。 第八届冠军,邢寒铭 2019年的冠军是20岁的邢寒铭,他也是至今为止的第二位女冠军。 盲选时,因为邢寒铭不太出众的外表,以及独特的唱腔,一度被网友吐槽。 谁也没想到,邢寒铭居然一路黑马,最后拿到总冠军。 很多观众没想到他能得到第一,比他厉害的依次淘汰了,表示对这节目看不懂了。 邢寒铭在19年底发布手机单曲《阴险》后,再无下文。 其实,除了梁博和张碧晨,大多数好声音的冠军都渐渐在圈中查无此人。 有人问,冠军们都过成这样,好声音的意义何在? 节目制作方的宗旨是,节目火不火靠我,你火不火靠你自己。 红与不红,都是时也命也,而不是鉴定成功与失败的标准。 可用一些并没有得到冠军的选手,像吴墨仇、周深、几颗俊翼都走进更大的舞台。 这档曾经现象级的国民综艺已经走过八个年头,人们已经嗅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味道。 这档带国字头命名的综艺新鲜感和选手整体水平的滑坡,早已失去当年一呼百应的号召力。 如今,新一届中国好声音如约而至,邀请李宇春这位中国初代选秀冠军担任导师,也是希望可以拉动一些影响力。 这届的冠军,你认为,会是谁呢?他又能走多远呢? 我是游儿,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